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Aven98.198新闻台财经一路发 我是代班主持人吕国珍 那我们有直播 可以到YouTube去搜寻98新闻台 来收看直播 那我们今天现场来的来宾 是我的好朋友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 林宏达达叔 那这一期我真的要推荐 这个其实是未来影响很大 就是财讯这礼拜的 我们一个特别的报道 其实要采访这个其实有点难度 就是要从未来是边运运算的新战场 然后全球晶片长会大厂会跨界火拼 尤其是高通 因为高通其实是未来在这一块 是可能我们会有蛮多改变会在里面的 包括以后CPU到底会长怎样 然后处理器大厂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那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看到了电脑CPU 以前我们CPU买电脑都是Intel Insight 会不会有一天都是Arm Insight高通做的 甚至有一天是我们联发科做的CPU到PC到手机 甚至到各个装置都会有CPU 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请教达叔好好聊一下 他很难得他在宇田机场采访高通的行长艾蒙 所以这个是要很专业才有办法采访他 然后谈所以我们推荐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未来晶片的发展 可以看这篇报道 不过我比较熟悉一点 我会想问他新的比较新的动作 因为川普上来对不对 那美国晶片其实制造还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讲网络笑话这不是我描述了 毕竟台积电是输出的 是美国人在海外输出的小孩 不是亲生的 不是亲生的儿子 那Intel还是自己亲生的儿子 高通也是亲生的儿子 所以晶片补助尤其是川普上来 我们台积电能拿六十几亿美金能不能拿得到 那到底是先救Intel还是先给台积电钱 最近很多外电报告 包括路透社彭博社都讲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拜登政府应该会在他们政权交接之前 把这个补贴交给到台积电手上 这个是蛮重要的 因为最近大家的气氛都很关注 都是非常台积电的投资人都相当的谨慎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这个补贴真的发出来的话 那对于台积电这个建厂的这个部分 还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鼓励 因为成本高归成本高 但是美国的补贴是你建多少 我就给你补贴多少 至少这个要到位 如果到下一任总统任期的时候 那大家就更担心了 我们算过 你知道台积电现在在美国三个厂总共投多少钱吗 2兆0900亿 是2兆0900亿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比的数字 讲到这个重点了 因为我们上一次来上孟华兄节目的时候就讲 当那个厂开始运作的时候 折旧就开始算了 所以这个折旧对毛利率的影响是多少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昨天我扯开另外一个话题 等一下再回来 像广达 昨天鸿海跟广达还有今天技嘉都开发说 那大家都很关心他们毛利是往下掉的 那技嘉是往上涨 广达是往下的 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知道广达往下掉 其实他能够营收成长这么多毛利掉不到一趴 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新的AI的伺服器场 是在美国的天哪西州 不实在 以前我们跑新闻常常有一句话 其实是被挑战的 就是中国制造是不可被取代的 包括台湾制造也 台湾制造的精源也不可取代 那有如一个神话 那你竟然离开了中国大陆 到墨西哥到美国去设厂 还有办法维持毛利往下掉不到一趴 你说广达这个 昨天的成绩其实非常好 所以今天掉五趴 其实我坦白讲是那个 所以我回来问达叔 那我们半导体的台积电这样 英特尔有救吗 不是 这要看你比什么 这个第一 现在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英特尔在很多的地方 他需要去补齐 包括他的产品的策略 包括他生产的策略 他像你说这个现在 Lunar Lake 他的这个到底打得好不好 包括这个现在 X86阵营其实也开始出现一些 财源调整的状况 可以表达说 加上我们这次写的ARM 的CPU的这个挑战 其实对他的这个生存都是增加了压力 那后面就看 有没有一般正常 经营半导体之外的别的 别招 比如说我政府到底能 美国政府究竟能够 能够改变这个战局吗 如果按照一般 这个半导体经营的方式 你看这个资本支出 看这个 你看现在 英特尔的市值的规模 其实已经小的非常多了 一路被超车 所以他其实他的 在资本市场上的重要性 其实是一直在下降 这个不是一时半刻 你马上就可以U型反转 马上变得10倍大 这个是短期内有困难 所以回到你刚才讲的 因为毕竟法人在评估台积电的价格的时候 一直都在盯着他的毛利率 所以等到那资本支出 再开始分摊的时候 你担心的是台积电的 他会侵蚀他的毛利率 会侵蚀多少 这是我们现在关心的事情 所以他也等于会影响到他的股价 当然因为其实 像金元代工厂的现金 其实他不代表直接 你就可以发多少 因为金元代工厂产业有个特色 就是这些钱未来都要拿来做扩充用 所以你现在手上的现金 明天可能要去盖新厂 那毛利率直接影响到你 这个发这些股息 这些相关的一些能力 当然他可以透过涨价 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NVIDIA 他的毛利率70几的话 那我在不超过他的毛利率的情况下 我可以试图调一点 但是我们今天参加一个研导会 他在讲 NVIDIA今年占台积电营收2% 那明年可能15% 那你还有80几% 那你80几%没办法都调价 因为那些客户的毛利率可能不如你 你那些客户可能毛利率是40% 30% 那这些人你不好跟他调价 因为你金人代工是做服务的 你是 你的诉求就是 我帮助你的毛利率增加 所以这些人以前就把他的厂给关了 他说我本来做IDN了 我不做了 我就专门做IT设计 我专门自己 我不做制造了 那台积电营是站在这个角色 慢慢从一个小的公司变成世界最大 这个是他的核心 所以怎么样在帮助客户的情况底下 维持这个毛利率 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如果美国不给他钱的话 那就可能影响就会比较大了 我们在这里有网友留言 台币两兆美金还得了 两兆 但是他也是分旗盖 你刚刚讲三旗 其实我查了一下 他大概如果前面一二旗的话 可能没有到两兆了 他可能到一兆多 总共三旗 就全部盖完是两兆零九百亿台币 但第一期我们先算折旧的话 第一期其实先启用才先算折旧 我们算六千就好了 可能就不是一次就两兆就下去都算 应该不是这样 总共全部已宣布的 我们把它算完 其实是两兆零九百亿 就启用的那个部分才开始算折旧了 对对对 我就是对财报的影响 因为你不会三旗一起启用吗 难怪说最近会延后启用 那这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是因为跟川普有关 因为张周某要出自传嘛 张周某未来是最热门的一个人物 在11月28号之前 29号之前都是最热门的人物 那接下来我想跟达叔聊的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因为这礼拜其实台积电都有被说7奈米 这个被限制到中国 对那这个到底冲击有多大 然后对台积电来讲到底是影响营收会到多少 那对三星跟英特尔难道就没有影响吗 这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 这是个特大号的问题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 第一个这个我们上一次 其实来上孟娃兄节目的时候 他要问我白手套是谁 我刚刚第一个就跟他讲 这个事情呢 其实这不是我们适合台湾媒体回答的 因为第一个你看 在那个时候说 你那个华为的晶片里面发现了台积电晶片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认为有证据显示 你台积电违反了金运规定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消息的来源 其实是美国的Tech Insight 然后Tech Insight的 其实他的报告并没有公布 所以其实实际证据在哪里 目前我们有看到实际的证据 那然后很多的消息都是从外媒来的 从美国来的 从日本来的 说哎呀这个有白手套啊 什么 那个时候我就跟孟娃兄讲说 我就是想到了这个川普上任初期的时候 那个Bloomber Business Week的那个封面 记不记得有个叫做The Big Hack 他就说呢 所有的伺服器里面都被hack了 好 那后面呢 也没有人去认真找那个晶片了啦 但是伺服器以后只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做 然后伺服器就天天搬天天搬 对不对 搬到台湾 搬到美国墨西哥 反正就是不要在中国做 不可以在中国做 不是不要做 不可以 因为有骇客 那个时候我跟孟娃兄讲完的时候 还没那个事 后来马上就出来说 这个7奈米 不可以卖到中国这个事 是不是有点 轨迹有点像 而且速度超级快 好 所以我想它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效应 就是说看起来以前拜登政府叫做小院高墙 小院高墙什么意思 我只能跟你军工有关的 我尽量不要去影响你做生意 你这个军工有关 我一定要限制的 AI超高算力的 我这个你不要卖到中国去 可是现在看起来进到第二阶段了 第二阶段是什么 大院高墙 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叫兼壁清业 还是井水都完全滴水不漏 如果要滴水不漏 后面还有得搞 这个是刚开始 刚开始 刚开始 真的 我骗你 现在讲到7奈米的金面 不可以卖到中国去 其实这个东西呢 目前都在传闻的阶段 因为也有人说 其实它只是进去审查 其实最近有很多的消息 最后都被出来说是 子虚乌有没这回事 我先补充 那时候伺服器回到台湾之后 台湾是发了 就会有今天这一大波 尽管今天 我们下一个阶段再来跟讨论 好坏一回事 但是 但是我们讲好坏一回事 我们还是先把事实理清楚 跟大家讲嘛 好 那事情就是 看起来 这个第二阶段来了 第二阶段来了 就是 美国其实一定会加 一定会把更多的这个制程 想办法再充实它本身的这个 制造能力 中国其实在第一阶段 它的成熟制程已经也到了一个阶段了 中地界其他的制制能力 也已经 相当部分也已经有它制制的能力了 包括它的系统 它的鸿蒙 所以出来了 所以那个联电跟利基电 还有我们这些那个D-RAN这些怎么办 因为我看XK海力士人家涨翻天了 结果我们的南亚科 我们的华邦电 旺宏 没有不寂寞 我们还有三星陪着 你的意思说三星 你没看三星股价 这一波 结果台积电我算了一下 台积电如果用7奈米风波到现在跌了5%了 三星好像跌了12% 我们上次写三星从弯道超车 变弯道翻车 那现在是 现在不是过海 那是出那个弯道 那个叫拓海 拓海它现在是填海了 数十年来景见的 对不对 三星每一次在这个记忆体的cycle 都是赢赢赢赢 最后这一次真的是 这个有点挑战 所以最近这个 弯道 法夹湾没过变填海了 拓海变填海 对所以现在三星动作也比较多一点 那你 我等一下一定要挑战你 Airband98.1 98新闻台 财经一路发 我是代班主持人李国珍 我们有直播 可以到YouTube去搜寻98新闻台 那我继续回来 但我比较想刚才跟达叔在追问一个东西 因为七奈米以上 代表中国大陆会做到便宜的 跟满大街都是 包括我们现在我的台硕七个王永庆 打台硕还真的是 可能很快会看到台硕自保三字头 不要骂我 我没有分析 但是真的是惨烈了 我没有看过台硕实话6505可以跌回他当年的股票的上市价快要到四十几块了 已经回到了一夜回到改革开放前了大概就是这个词 那成熟制程这一块如果你刚才讲的14奈米可是更高的 那我们的联电立基电还有他的D-RAN他记忆体越做越好 然后包括我们的南亚科华邦电这些立基电这些怎么办 这个其实我们就 还有群联 群联是有的时候是trade所以他可以买便宜的 那个我先讲联电好了 联电其实最近外资都在一直在追杀他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毛利率会怎么样 那本来因为联电已经讲了明年初要调降价格 所以说未来要让客户那个竞争力维持呢 所以我们决定一次性的调降价格 那他的说法就是说调降了之后他就可以像今年一样 大概基本上不用再调 但无论如何是调降 调降代表什么你的毛利率往下 所以还关键还是毛利率 金融大共产业毛利率很重要 外资就在看了 说你能不能守住他现在目标是30吧 好30 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中心可能20级 然后后面划红10级 这个人家就是 人家华威也开始盖了 蹲低的在那边抢啊 所以现在看起来 就是联电能不能守住毛利率三层的保卫战 是这个阶段联电最重要的问题 而且联电碰到另外一个挑战 你要转型对不对 你要转型你要甩开追兵你必须干嘛 你必须盖新厂 你必须投资新设备 所以联电在这两年 从25年到26年 他的折旧会稍微高一点点 前几年我们讲 我们其实是第一个采访 连这个在里面写说 联电不追先进制程了 所以他的折旧很快降下来 对不对 可是现在反过来 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你当初没有投的呢 又回来你还是得投 因为追兵还是在那里 你当初可以说我投了这么多年 那我休息一下 对不起 现在记不记得那个笑话 就是当熊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我只要跑赢 最慢的那一个就好了 所以现在要穿鞋子 赶快穿鞋子 赶快穿鞋子 因为后面还有人 所以你把那个新厂投资 盖好之后 联电还可以再往前跑 他那个22奈米 12奈米 他跟英特尔的合作 大概26年应该会上 所以这两年会是他比较辛苦 他会不会找错合作对象了 三星 英特尔 这不是失败者联盟 复仇者联盟 有副爸爸联盟 你刚才明明讲了 叫弯道超车 过海 拓海不成 变填海 这一波我看了一下 七奈米这个风波 我们的TSMC 台积电大概跌了5% 外资给我们卖了1000多亿 你知道三星跌几%吗 三星跌了12% 那海力士是在往上涨 代表海力士的HBM 其实是很有竞争力的 我们的南亚科有HBM吗 我想目前还在研发中 那他面对中国大陆 这么多的记忆体的生产量 他有办法竞争吗 每天讲说我们台湾的 那个商业模式都是 如果这个三星做DDR5 我们以前都是做4或3 那他逻辑就是说 当三星新的制程出来的时候 转移把旧 把制程从旧制程 拉到新制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继续供应 那个庞大的 因为很多电脑可能里面 还是装DDR4吗 DDR3吗 那台湾就赚这个钱 不过现在事情改变了 你去看 现在中国开始做DDR 其实中国开始从4做到5 人家已经把那个位置填起来了 所以这时候商业模式 其实是需要改变的 所以蛮可怕的 以后可能有20个联电 20个潮新城 20个蝗虫人会诞生吗 感觉你应该可以再做好几个 没有那是你的专长 我光七个王永庆都快被骂死了 但是有人卖的卖的对啊 你看现在多少钱 那时候多少钱 你要感谢我 但我必须说 这个现在的局势是不确定的 我觉得如果说 现在真的是兼臂清 也要拉一个中国跟非中国阵营的话 如果那个线拉起来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伺服器 从中国出来的时候 刚开始大家很悲观 你这个搬出来怎么会有竞争力 结果那些人从70变300 对吧 对 红海都回到200了 郭董想回来都不行 只能去发小费 如果记忆体这么重要 这个兼臂清 也不可以卖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 事情会改变 我们回来问你这一期的杂志 但是我对于 里面有家公司 我是比较有兴趣的 刚才也有网友在网络留言 就是未来是WOA 以前叫Window Window加Intel 现在是Window加Arm 可是我其实比较有兴趣的是 我们的棉花科 因为今天棉花科表现的是相对比较好 但他这波也蛮惨的 棉花科在这里面有没有角色 尤其是这一次的Arm的架构 然后尤其你 我们看到你这一篇的报道很精彩 也没有办法完全讲完 但是联发科是不是有机会在边缘运算 在里面开头一片天 我先讲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来谈高通 因为其实高通端出了一个东西 你刚刚讲Windows和Arm 那是在PC端 他的意思就是说 高通说 我们这个CPU终于弄出来了 不但是非常的节能 而且可以做高速的AI运算 重点是 他说你们都在云端赚钱对不对 我现在中端 现在我通通都要打包 他意思是说 你这个PC用我这个晶片架构 然后你这个车子 还有你的手机 还有物联网 全部通用的 都是用高通通用的架构 那有什么好处呢 他说以后我就变成一个软体开发平台 你只要开发一次 我就可以让你 这个在各种不同的平台上去部署 其实这个是野心相当大 当然短期之内 我想这个AIPC跟AI手机 他还在找他的杀手机应用 但是记不记得 就像iPhone刚出来的时候 App Store App Store刚开始的应用是弹钢琴 那个时候觉得 用手机弹钢琴很炫 对不起 现在大概最炫的不是那个 所以当他软体平台铺开来的时候 代表就是 这个AI 边缘AI上面的这个软体的竞争就开始了 会有一个新的商业机会在那里面 就让你 你是本来做Windows的 因为相容 我现在也可以上去跳一下 我做手机的 我现在搞不好也可以上这个 这个PC的平台 也可以用我的这个训练出来的模型 而且呢 他后面其实有很多的新的东西会跑出来 我最近采访了一个最有感觉的 这个做软体的人告诉我 他说以前软体我们要微调 然后人去改那个城市 他说现在我调一个模型 再训练一下 微调就自己完成了 自己改善自己的城市 自己会写城市 城市自己写城市 这件事情是逐步会发生 特别是在边缘AI 所以这个是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代表我们的联发科 其实得要加紧的往这一块去发展 那能哥嘛 你看啊 这个我们这里面有讲到一句话 这个在今年初的时候 其实联发科把他的那个车用品牌 他叫做天机 跟他的手机一样 事实上过往的经验都证实了 这个高通看得到的市场 联发科绝对不可能看不到 那你看他已经很清楚了 他的手机跟他的那个汽车的体验 他把他连在一起什么意思 我同样我可以啊 对不对 我手机上开发的 而且你的connectivity 你的AI服务 我让这个车子跟手机连在一起 他只是没有说 如果 其实他现在有Chromebook 他严格来说 他也还是有Chromebook的这个CPU 所以他只是插说 他什么时候会跟着这个Windows 然后On的风潮 因为他在On架构上 他也是非常的熟悉 我认为他其实是相当 有可能也会来往 这方面的处理器来移动 因为对微软来讲 其实微软这里面最重要的 那个推手是微软 就是他摆脱了Intel嘛 对不对 现在把高通拉过来 他到底想干嘛 其实那就是希望AI能够无所不在 那既然这个逻辑 那我除了这个高通 我也有可能跟别人的合作 只要你能够让我这个平台 无所不在 通通都跑我的Copilot 跑我的Ager 那就是微软所要的 那我问一个问题 因为你这个表格 有做到一个公司叫做苹果 到现在还没看到他的AI功能 那苹果的AI 让我们的大力光 他们其实 今天大力光总是稍微起始回升一点 好像整个苹果链 看不到什么希望 但是苹果在那个边缘AI 是跑最快的 你看那个第一个 那个处理器里面有NPU 其实苹果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现在这个高通 他现在是讲他软体铺开 对不对 Apple Intelligence其实已经上了 只是说现在他是英文版的 他开始第一阶段的一些功能 他已经上了 而且他的那个硬体整合都完成了 所以你说谁准备度最高 我觉得是苹果 所以这张表里面 苹果其实是最有机会的 所以我们苹果 跑最前面的 就跑最前面的 那联发科你这里叫做新跨路 然后在我们在高通 当然是领头羊 也是边缘的部分 他是领头羊 那Intel就蛮惨的了 我们其实还特别问 那个时候大家问高通 说要不要逼Intel 我们问他说 他就说没有 我们专注在边缘 所以我们 那联发科以后来看好 现在这个股价还算便宜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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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